這個美國下令關閉 中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中國說我繼續維持開放 不然你是要怎樣 教授我繼續維持開放 不然你要怎樣 你要找人來幫我封門嗎 直接斷水斷電 斷水斷電就好 那看你怎麼辦 你怎麼進 當然你可能有自己的發電機 可是你總是不可能長期仰賴 你的小發電機 他現在已經要求你 要在七十二小時離境 對 那你現在開放是什麼意思 當然他可能有當地的雇員 當地雇員 那他還是為止 這是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蔡偉 接受美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political訪問的時候 他直接講的 他說我們會繼續 我們會抗議 同時我們會繼續正常運作 我們會再看看 明天將發生什麼事 對 所以他基本上 我認為他應該是 有留一些他在當地的雇用人員 然後反正就是 如果你要辦簽證 我還是跟你辦 因為但是這個知道的時候 美國要怎麼樣去處理 當然就要看美國態度了 美國是不是不只是你的外交人員必須要撤離 而且甚至就是你要連門都要關閉 不可以對外營業 不是只有人離開而已 所以他就說我們看看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對就是看美國的最後的態度 對面國務院的態度 那但是美國會不會要求就是你整個 甚至我們看到現在連舊金山的領事館 剛剛講過嘛 有一位中國的軍醫 叫唐娟 他現在跑到裡面躲藏起來了 因為他隱藏他的身分 被美國的FBI要求他要這個接受審訊 就他躲到這個領事館 因為根據魏納理事公約 這個領事館等於是 等於是中國的一個領土 所以美國的警方是不可以進入的 但是如果你美國的那個舊金山領事館 你也是用這個方式 那可能那個美國國務院也會要求 舊金山的裡面的人員必須撤離 那到時候唐娟他也必須要出來 也不可能永遠在裡面嘛 是 所以但是現在可以看出來 中國他採取了這個成都領事館來做報復 那我們知道之前發生過這個 重慶市的副市長王立軍 當時是這個薄熙來的副市長 薄熙來是市委書記 他是副市長 因為他知道這個薄熙來的太太 那個去殺了那個英國人海武德 結果他這個事情 他知道 結果後來那個薄熙來要他不准講 他怕自己沒命 就跑到的這個這個這個 成都領事館去躲起來 這個視線當時鬧得非常非常大 就表示說這個當時王立軍 跑到了這個成都領事館 然後我們看到現在的唐娟 是跑到中國住舊金山領事館 當然這個去的目的不一樣 當時王立軍到了這個成都領事館 就把整個薄熙來案裡面的內容 據說全部都告訴美國 所以美國基本上是 完全掌控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其實等於說王立軍 就算是投 已經是投投投靠美國了啦 只是後來因為中國認為 這個顏面太難看了 如果王立軍真的到美國去了 那不是太丟臉了嗎 就勸他出來 後來王立軍才出來 所以這個這個成都領事館 對中國來講有一個特殊的意義 那現在來看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外交戰 到時候中美美國又把 舊金山領事館要求你離開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政治訊號 就兩個國家已經瀕臨到斷交的編委員了 就因為你知道外交人員你家離開 他不是只有他自己離開 他可能還有眷屬 他的財產什麼處理 要你在七十二小時離開 很難看 是非常難看的事情 接下來如果美國真的把舊金山 理事館給交你離開 那我請問那中國可能下一個 可能就是廣州 我們知道他還有瀋陽 還有上海 舊金山如果關 他相對等大概就是廣州 對 他可能就是關廣州 因為廣州也很重要 他等於是整個南部 你覺得川普會關到第二個嗎 難說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說川普來講 對他選舉來講 他唯一的一張牌 就是一定要打中國牌 然後要拉高跟中國的對立 所以你看這個班農 就他的這個前測試 他最近講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 就是美國已經掌握了 中國的這個武漢 PIVO實驗室的研究員 他們已經有人跑到歐洲去 然後又從歐洲 透過英國的情報單位 然後到了美國 然後現在被FBI所保護 第二個他就講說 未來美國是要結合他們的士騎士 就包含這個什麼 蓬佩奧這些 共同要跟中國進行對抗 而且要主動的挑起這個對抗 然後最後要把中國共產黨 這個政權給消滅掉 講的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了 有 silicone 照片 此 noir 小伙子 可以